絕對是最後一路 新攻略資格賽俗演篇 第四位是誰 請出題 學弟 你為什麼要讓他 不會 我也是要湊湊 當然是 我要湊湊 等一下 我湊一湊等等 還不錯 武衣 醫神無用武之地 答對沒有 當然答對 他是出自於知智通鑑 翰飛 他指人雖然有才 但是沒有施展的機會 夏宇童請就位 夏宇童同學 四星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不錯 第三套題目 來 請公布 不得了了 第一題 來 從哪邊開始 那我就先來講 閱讀下童話 對 請出題 請問哪一個童話故事 原本其實是講述性侵受害者的故事 A 灰姑娘 B 睡美人 C 白雪公主 答案是B 睡美人 睡美人 鎖定 她是因為被下藥 所以睡著了 對 因為我以前看過格林童話 我知道 像藍鬍子是 裡面房間都是裝屍體的嘛 然後 小紅帽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 睡美人是 被路過的國王 性侵 就是她真實的那個 真教 就是格林童話 對 因為格林童話 聽說很暗黑本來 很暗黑 原本她 因為她是在講當時就是 還有那個戰爭時候 大家每個人的社會背景 家庭背景這些 對 所以她就把它放在 童話故事裡面 請接著 妳應該沒有H倒霉吧 不會吧 對啊 其實原版的格林童話 還滿可怕的 睡美人她在被這個 訪車給爭暈了以後 她的爸爸把她保存起來 結果被一個路過的國王 看她長得非常的美若天心 就直接信心她 然後她就直接就走了 結果這個國王走了以後 她居然還懷孕 生了兩個小孩 這兩個小孩有一天 在喝母乳的時候 就把她身體當中沉睡的 那個毒素給吸出來 所以這個睡美人就醒過來了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國王的原配的皇后 就想要把她生出來的小孩殺了 然後給這個國王吃飯 那總是一個非常殘忍的故事 很荒謬 然後白雪公主 她其實是一個戀父親戚的人 所以她的媽媽那個皇后 才會想要殺她 後來她才會跑去 跟小矮人住在一起 小矮人也是一些 中年男子 你真的很可怕 我們都聽到些什麼了 這是真的 像糖果物嗎 其實在書局可以買到 它叫做暗黑的格林童話 對 就是原版 這是一個外形 第二題 蛋料理 因為我愛吃蛋 請出題 白煮蛋製作的方法簡單 也含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請問下列何種情況 代表這個蛋不新鮮 A 蛋黃外圍綠綠的 B 蛋殼很難剝 C 放在水中會浮起來 我的答案是C C 鎖定 這個我很確定 為何 因為好的蛋會沉在水裡面 浮起來是不好的 因為裡面已經開始有些氣體了 對 對不對 對 很合理 來 請接腳 好 其實蛋殼難過代表這個蛋 越新鮮 因為其實蛋裡頭還是會有一些 二氧化碳的氣體 在經過加熱之後它會膨脹 所以膨脹之後就會讓它整個蛋的 這個體積這樣增加 因此就會壓迫到蛋殼 讓它更難剝 所以難剝的蛋是好的蛋 而另外在蛋開始變不新鮮裡頭 就會產更多的氣出來 所以它會有一種腐壞的氣味 因此才會容易浮起來 不過要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會誤傳說 蛋黃綠綠的不能吃 但事實上是因為蛋白裡頭 有硫化氫 而在蛋黃的這個部分 它是含有鐵質 所以當硫化氫遇到鐵質的時候 產生了氧化反應 就會產生那種 綠綠的現象 所以多半都可以看到蛋 會有綠綠的狀況 這個是正常的 給A去示範一下 來 先傳一下我的音樂句好了 妳忙妳的 就 請 請問下面哪一個品牌名稱 是由哲學家尼彩提出的詞 A Uber B IKEA C Lego Lego是什麼 樂高喔 樂高 對啊 不然 蛇學 Uber好了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好敢猜喔 我也覺得我好敢猜 妳為什麼會這樣猜 因為我覺得樂高跟IKEA 是差不多性質的 都在拚東西 阻撞東西啊 王大王 如果 這個我剛好知道 如果我答錯 那我就很丟臉 Uber其實是超 就超過了超的意思 然後你才最早有個超人的概念 Ubermensch 應該是這樣 其他都是 超 超 超人 Ubermensch 第一次 我現在信心滿滿耶 真的 剛好我大學讀過 然後很喜歡 所以 莫名其妙 OK 直接接繳 再來人家說對了耶 應該是 好 在台灣我們都說Uber 另外在德語的發音呢 是Uber 那尼采呢 就是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他其實呢 這個Uber的意思 就代表著優於別人的意思 那他曾經說過的超人說 其實前四個字母呢 就是Uber 來 第四題 狗狗細觀察好 來 請出題 狗狗也有慣用手喔 請問哪一種狗是 又撇子的機率比較高 A 純種的狗 B 豢養的狗 C 年長的狗 阿滋 答案是B B B 鎖定 對 為何 因為我常跟他 因為我們會教他握手啊 然後通常要教 然後我們的動作的話 如果是我是右撇子 那我這樣伸出手 他轉過來 應該是右手 對 我覺得應該是B 我剛剛在...不然你試試看 來 握手 應該是右手 對 所以我在想 有沒有可能 為什麼今天來了兩個女生都怪怪的 等一下 為什麼 壞養的狗 是右撇子的機率比較高 為何 請你介紹 應該不可能 為什麼 正式答案是 年長的狗 好 其實在之內 左右撇子之分非常的明顯 大概九成以上的 慣用手都是右手 只有一成是左手 但是在狗狗的世界裡頭 其實牠們只有四六筆 大概有四成多 都是左撇子 不過很奇妙的是 當牠們的年紀漸長之後呢 開始慣用腳也會有所改變 而且呢 多半在年紀越來越大之後呢 右撇子的機率也會變高 送個禮物給夏宇童 好嗎 來 送個 好 送給夏宇童的是 歐洲百年專業髮品 深受了全球美髮設計師的寫案 肯威Care 敏感及髮精 替敏感的頭皮做最溫和的清潔 搭配頭皮精脆 啟動頭皮健康原動力 送給妳 謝謝 謝謝 終於 來 進行 終極懲罰 很好大部分都 有不錯的 有不錯的回報 有不錯的記憶 那是我們送給妳的 妳先來處理 我的薛弟 我的薛弟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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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會流鼻血 妳感覺好嗎 OK OK 好 好大的聲音 還是麻了 好 好 謝謝 小朋友好好讀書 就不會這樣 OK 但是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要如何寫出一篇非常精采 有趣的好文章呢 方法無它就是多多的閱讀 閱讀可以學到什麼 可以學習充沛的詞彙 學習奇特的觀點 還有豐富生活的樂理 這樣你就能夠有感而發的寫出一篇 發人深行的好文章了 記得周一到周五晚上九點鐘 天天幫助你一起閱讀的好節目 就是全民心動略 拜拜 謝謝晚安 趕快來訂閱喔